消息已经让PG1遭到三大关卫复杀,事业一落千丈,香喜白估计难上加难,而李小璐辛辛苦苦树立的慈母现象也忽然倒塌,事业深挡都遭到重击,出轨后遗症分塌而止,首先接到的便是独心剧组的刺碎通知,独心是卢伦昌制导的都市情感虚拟剧,原定由李小璐、李嘉恒两间主演,2017年4月份还举行过隆重的开机仪式,独心却勿视人非。 独心导演原本想利用李小璐的防红戏纸为此剧作宣传,谁知出了丑闻,便立刻启动危机公关,撤掉李小璐主演的身份,把原定的女二号孙毅宁宁提拔为女主,李小璐可能会出演女二号,亦或直接被剧组辞退。 综艺方面也对李小璐发出了警告令,不能在综艺,爸爸回来了节目组,可能对李小璐参演了几期节目进行剪辑或静止播放,这是最坏的预算。 网上流传另一种说法是,李小璐参加了综艺节目将不能在全网搜索,而是会在规定的播放平台集中播放,这些消息将在未来两天得到证实。 还有更快的连环效应,东方卫视,浙江卫视,原本邀请李小璐春晚表演节目助行,现在也纷纷止步了。 李小璐的经纪人亲自联系问其原因,只得到简短的依据回答,影响不好,就把电话换了。 李小璐这次的负面消息闹得太大,已经远远超出危机公关能处理的范围,网络上舆论铺天盖地,再加上麻醋的深不道,想要洗白难上加难,一系列的连环效应已经浮出水面,接下来不只是事业受挫,极有可能遭到封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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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